女人光着脚惊恐地穿梭在树林里 她不停地回头张望 生怕被村民们抓到 可她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男人们固定住她的四肢 坏笑着撕扯她身上的衣服 露出胸前一片春色 见女人不断地挣扎求景 其中一个村民从腰间抽出一把斧子 挥舞着斧子砍下了女人的小腿 血液喷波而出 残肢掉落在地上 女人的惨叫响彻天空 转眼时间过去了很多年 这个村子依旧是个神秘的存在 这天教授带着五个女学生来到这里 意图揭开村子神秘的面纱 随着面包车缓缓的使劲 教授和学生们到达了村子 村长和儿子跪眼迎接他们 谈话间提起村子信奉着两个圣 一个是圆田艳神 一个是天语受满面 女孩们要待在村子的话 必须进行一个断组仪式 他们被带领到一个小房间 由村长和男村民们举行仪式 他们让女孩站成一排举着蜡烛 然后带着面具面对女孩们跪下 摇着铃铛重复的同一句咒语 最后清早一下女孩们的脚就完成了仪式 仪式过后村长带领村民们为他们接风洗尘 学生中的一个乖乖女接口身上不舒服 跟教授助手说要先回去休息 一出门就遇见提着斧头浑身是血的男子 他放声尖叫 男子却呆傻地看着乖乖女 仿佛他才是被吓到那个 村长听见声音马上跑出来解释 原来男子叫佐助 是照顾他妻子的下人 这下误会才解开 晚上助手偷偷潜入教授房间 教授想赶他走 于是他爆出了教授的秘密 原来这个村子多年没有女人 不少学家想来研究都被一一拒绝 但教授成功说服村长 让他进村研究这里的故事 他帮忙带一些女孩子到村里 女助手爱慕教授并不揭发他 他很受感动 半推半就和助手发生了关系 他们望我的亲爱 一山进退 他一边揉捏着他柔软的双风 一边伸下动作 这一切都被阁楼上的梅爷爷看见了 梅爷爷是村子里一个被诅咒的存在 他阴侧侧地笑着 事情很快向着无法控制的地步发展 连教授自己也想不到 这么快就能发现村子里的秘密 他拿起今天在天宇兽卖命神社偷来 的厕子告诉女助手这个村子的故事 很多年前 这个村子的人多数都是近亲结婚 且常年闹饥火 所以他们把女人都煮了吃 于是女人都灭绝了 可没有女人怎么办呢 那时候村里来了一对夫妻 村民把男子杀掉吃肉 把女人的双腿砍掉 圈扬起来发泄幸运 强迫她生孩子 他们以采取绑架代替购买的方式 祸害了很多到村子里的女人 可能是坏事做多了受到诅咒 这个村子只能生出男孩 女助手来不及消化故事的内容 村长就拿着猎枪进了房间 威胁他们一起去谈话 他们走在狭场的走廊里 叫兽良心发现 他偷偷把车钥匙传递给助手 他从村长背后硬扑上去和他撕打在一起 给助手创造逃跑的机会 助手连忙叫上剩下的两个女孩 乖乖女和学霸妹 为什么五个学生就剩下两个了呢 原来是今天大家出发去神社的时候 短发妹和双马尾妹子借口太累停下休息 脱离了队伍被村民们抓走了 助手顾不得寻找失踪的两个女孩 只能先带走剩下的 可他们还是被几个村民发现了 他们唯独在车门外爬了着女孩 关键时刻短发妹竟然带着佐助回来了 她拿着斧头目无表情 像砍书似的砍倒了那几个村民 可女孩们不让她上车 短发妹连忙担保佐助是好人 也是她从村民手中救了自己 她可以帮助他们 于是女孩们让她上了车 一上车学霸妹就着急的问短发妹 另一个同学的下落 短发妹很不信 她说双马尾遇到危险就丢下她跑了 自己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学霸妹很失望 中途佐助告诉他们 村里只有一条路通往出口 村民们肯定守在出口 于是他们丢下车 跟着佐助寻找她的秘密基地 等不到人的村民们 只能恼羞成怒地继续向山上搜寻 女孩们来到秘密基地 佐助告诉他们没人会发现这里 女孩们放下心来 在山水间游玩 甚至还烤起鱼 吃得津寂有味 火生生像是来度假的 只有学霸妹还想着双马尾 吃完鱼修整好后 佐助带着他们从小路翻越山头 找避开村口的出路 但学霸妹恍惚间看见了双马尾的影子 于是独自离开了队伍 大家为了寻找她也走散了 学霸妹一心朝着幻想的影子跑去 竟找到了双马尾的尸体 她失声痛哭 这时身后出现一个村民 她强暴着学霸妹安慰 学霸妹却以为是她杀了双马尾 轮起砍刀就杀了那村民 见了自己一身的血 杀了人后她失神地游走 在河边她又一次看见了双马尾 可是一眨眼 她却变成了个戴着原田艳神面具的瘦削男人 男人的长刀泛起淫灰 手起刀落 学霸妹的陶庐城 抛物线状态掉进河里 这边短发妹被村民一剑射中肩膀 佐助本想杀了那村民 但她却圣母心犯了 让佐助不要杀人 村民跑掉了 佐助把受杀的短发妹安置好 给她清理完伤口出去找吃的 就在这个空隙 那个戴着面具的长刀男 进来把短发妹杀死了 佐助回来看到这一幕彻底癫狂了 短发妹对她的意义重大 她不嫌弃她吃争 还总是夸奖她能敢 是她黑暗人生里唯一的救赎 她发誓要杀光这里的男女 被圣母短发妹放走的村民 遇见了乖乖女和女助手 村民把他们抓了回去 村长说女助手任村民处置 乖乖女则需要留下来 做儿子贵眼的妻子 随后村长把乖乖女带到房间 说要帮她检查一下身体 她怕被杀只能答应 但这位未来公公只是色眯眯 看着她却没干坏事 她被套上了 专属新娘子新红的和服 脚好的锁链关在房间里 等待着贵眼 女助手却被一群男人拖到小母屋 她看见已经死掉的教授 躺在一旁 村民还在她爱慕的男人旁边 把她侮辱了 她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用一根绳子吊死在了教授的身旁 佐助提着斧头来到村长家 目睹她把村民都杀死后 村长举起猎枪射击佐助 但她不为所动 举着斧头向村长走来 村长害怕极了 说你竟敢杀死亲生爸爸 原来佐助竟是村长的儿子 可笑的是她把贵眼当少爷 却把吃傻的佐助当下人 佐助把村长也杀死了 她回到村长的老婆身边 跟她说自己把村子里的男人都杀死了 她安慰地笑着 左助倒下 她掀开被子 没了双腿的她匍匐的前进 打开火柴盒 点燃火柴烧起窗户纸 仿佛一切都结束了 桂眼回来给乖乖女解开了锁链 她受良心的谴责放走了乖乖女 给她一张护身符 叫她去神社找社长 接着她跟美月也直言不想再杀人了 美月也很不开心 原来桂眼就是面具长刀男 乖乖女逃到天羽兽卖命神社 她以为这是个安全的地方 谁知道这社长也是个神经兵 把她绑在树上 要把她生计给天羽兽卖命 桂眼带着刀赶来 虽然解开了她的绳子 但她听命于美月也 美月要跟她玩一个鬼捉人的游戏 被抓到的话就会死掉 她抓住机会逃跑 可还是被桂眼追上 她向她发出一个灵魂追问 为什么杀害那么多生命 听到这话 桂眼心里防线崩溃了 她亮枪着倒下 丢开的刀却像有生命般插入了她的胸膛 她也死了 乖乖女以为自己是最终生还者 可是美月也召唤出一头熊把她也杀了 原来美月才是最终大bo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